眼前的女人被强行喂下了独情丸 若是不能及时相救便会有生命危险 这独情丸服下后 五五五内炙热 浴火纷身 凌落石说出了独情丸的效用 会让服用者主动现身 而这也是凌落石对冷血的考验 若是冷血不愿占有诸葛青青 那就说明冷血定然是卧底 冷血忘了告诉你 倘若一柱箱之内没有解药 青青就蹊跷出血而亡 冷血文言脸色一变 要凌落石交出独情丸的解药 哪知凌落石却告诉冷血 独情丸唯一的解药就是男人 只要冷血愿意与诸葛青青洞房 完成阴阳调和 诸葛青青体内的毒素 就会伴随着大量的汗液排出体外 这样冷血不仅可以抱得美人归 诸葛青青也可以安然无恙 好了 兔大扰了 好好享用你的洞房花竹叶吧 凌落石 你不能好死 凌落石没有理会诸葛青青 带着兔大师离开了房间 将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冷血 这让冷血陷入了两难抉择 这便是凌落石的算计 他要利用诸葛青青拴住冷血 彻底断了冷血回到中一堂的可能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独情丸开始产生效用 诸葛青青只觉得浑身燥热 呼吸声不由自主地加重 还时不时发出诱人的喘息声 可诸葛青青理智尚在 心里想着无情勉强还能控制自己 然而伴住香时间后 独情丸的效用进一步加强 诸葛青青已经逐渐失去了理智 独情丸的药效非常霸道 时间拖得越久就越是厉害 即便诸葛青青有钢铁般的意志 也在独情丸的药效下逐渐沦陷 冷血虽然没有中毒 却也被千娇百媚的诸葛青青 给弄得心愿一马快要把持不住 随着诸葛青青的叫声越发痛苦 冷血再也无法坐视不管 他来到床上扶起诸葛青青 将大量的蒸汽输送进去 试图逼出诸葛青青体内的毒素 而远在几十里外的无情 心中也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像是要失去某种很重要的东西 画面回到将军府 冷血用内力逼出毒素的想法失败 只好点了诸葛青青的穴道 让诸葛青青恢复了片刻神志 诸葛青青话还没有说完 毒秦丸的药效再次发作 不断冲击着诸葛青青的大脑 诸葛青青只好恳求冷血 要冷血一刀杀了他 他不想被毒秦丸所控制 冷血深爱着诸葛青青 哪里舍得杀了自己的心爱之人 顿时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冷血先开诸葛青青的衣服 发现了很多红色的疹子 紧接着又想起林落石的话 若是一柱箱内不能解毒 诸葛青青就会蹊跷流血而亡 眼见一柱箱就要焚烧殆尽 冷血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冷血为了救治诸葛青青 只好忍受良心的谴责 用林落石的方法替诸葛青青解毒 与此同时 无情的心中越发的不安 额头上不断涌出斗力大的汗珠 这段三角链变得更加的有趣 两个时辰后 诸葛青青神清气爽地醒来 发现自己为着寸侣 一旁的冷血只穿着一件背心 历时知道发生了何事 诸葛青青宁愿毒发身亡 也不愿冷血替他解毒 他真正喜欢的人是无情 这让他以后如何面对无情 然而木已成舟 诸葛青青发泄一番后冷静了下来 他清楚要是有别的解毒方法 冷血也不会出此下策 因此还是选择原谅了冷血 冷血 大将军找你 出去 兔大师见到两人的模样 就知道冷血已经占有了诸葛青青 冷血即将去见林落石 初言让诸葛青青先行离开 却被诸葛青青初言拒绝 他自觉没有脸面回到中一堂 决定留在将军府卧底 寻找实际报复林落石 不入护血焉灯 既然我来 就让我终于隐蔽之路了